你把自己当哪棵聪啊 给我拿好的动感形式 走走走走走 你们破不了案子 然后还掩着捂着 什么掩着捂着 蒸馒头呢 破案子需要过程 需要时间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过程 你们每次分析来分析去 凶手找上了吗 凶手的作案动机 有那么复杂吗 其实凶手的作案动机 确实没有那么简单 首先他的思维缜密 犯案手法高明 这显然是高智商犯罪 其实他有一套 要自己的行为准则 道德标准 思维逻辑 很不简单的 很可能还有犯罪的延续 听着懂吗 听不懂吗 听完了走着 别跟我废话啊 赶紧把材料交给我 交什么材料 没有 要材料把苏大队要去 不要拿苏大队来教训我 你喊什么喊材料 我跟你说 你现在把你把苏大队给我 没有 不行 赶紧给我 要材料是吧 走 走 资料不在里边吗 资料在哪儿肯知道啊 尿 林立 你跟我玩一个 我什么时候给你玩我羊呢 王总 这个月不算不钱 走才算 怎么那么少啊 怎么那么少啊 警察啊 差得挺近的 而且 已经开始调查了 那准备换个地方 哦 对了 王总 上次欠诊 高年大二十万 那个小子被我带住了 应该怎么办 老板 他不会和你 小子 钱什么时候还 大哥 我现在没钱 没钱 要不你给我一个礼拜时间 我给你最多三天时间 要不然你老婆跟你女儿 选一个陪你过中秋节 老板 三天时间 最后期限 九十九三天 我先下班 五十九三天 吴总 今晚的慈善宴会 准备怎么样了 勤帖全都发出去了 一切都准备就许 这是所有出席者的名单 好 吴总好 吴总好 好 吴总好 小孙 你过来一下 你好 吴总 长小花女士 已经在名单上了 是 再加一个 责因律师事务所 文语音律师 知道了 帮我把这个分析报告 转交给刘队长 沐总好 请问一下 你对悟空怎么看 你指什么 他的性格特点和身份背景 他一定是一个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 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他一定是一个 自负 偏执 但是他既个如宠 别说某些特质 跟你还挺像 别忘了啊 谢谢 我想我呢 想我呢 你怎么来了 我想你了 你今天晚上 带我去参加一个 慈善酒会吧 慈善酒会 是一个知名企业家 叫吴旭 他办吧 很多有头有脸的症伤 都会参加 我早就想去了 可是一直都没顺到齐点 没想到 人家经理今天 亲自邀请我参加 我受宠额级了 吴旭 首富的儿子 他是一个隐形扶商 还挺低调的 他手里有很多 大公司的股权 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你知道我不喜欢 参加这种聚会的 你自己去吧 人家说了 要携伴参加 您是不是我的伴 那我找别人参加了 好好好 晚上要是没案子 我就陪你去 新疤 这儿也差不多 那下午五点 在我叔叔再等我 啊 别穿铁 穿帅一点啊 别给我留人家 一定 你这边这边 不是 你这边 你这边不应该 你可以还是 你这边不应该 我给我留学 我来 她就会留学 我去你去 好 我去你们 那边你学校 我去我去 交运你们立即 那边呢 那边都已经 我去那边了 陆子昭 请问在哪儿高就啊 江北市公安局 他是新以来的一名警察 文律师竟然有一位 做警察的男朋友 太让我意外了 有这么令人惊讶吗 你们一个是律师 一个是警察 工作中不会因为观点不同 而吵架吧 还好 我一般不接他负责的案子 我今天请你来 主要是想邀请你 做我们公司的法律顾问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有兴趣 方不方便借用一下你的女朋友 我们去书房聊一下 具体的合作事宜 方便 你们聊 请 马总这是我的名片 有机会一起合作 好吗 来 请你这 来 请你这 请你这 妈 你怎么在这 吴旭是我们公司的股东之一 每年的慈善酒会 我都会来啊 奇怪了 你怎么来了 我是陪朋友来的 因为他说必须协伴参加嘛 所以我就来了 姐 这儿子孤正啊 这么多年没见了 在干嘛呢 他 当警察 他呀 从小就给我倔的干 好好地当老师傅干 非要学他爸当警察 对了 对了 你们公司的二龄融资 搞得怎么样 快完了 差不多了 有无序帮我操牌 我放心多了 好 大大你们先聊 合作定了 你们先忙 我 没事 文书 朱文书 妈 他是文语音 这是我妈 阿姨好 他 他 长得太像中文书了 长得像 长得像 常太太 你来了 我刚才一直带忙 都忘了给你打招呼 你还说什么呀 那么客气干什么 我们不都那么熟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儿子 陆警官是你儿子 你们两个人 认识啊 我刚聘请他的女朋友 做我的法律顾问 你朋友 你朋友 朋友 那太好了 以后我们好办事了 一家人嘛 长太太 文律师 我借用一下 陆警官 让他去认识我的几个朋友 好啊 行行行 请 好啊 这只剩多长时间了 也没多长时间阿姨 哦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我是律师 哦 律师啊 嗯 好好 律师好律师好 哎呦 以后有空了 到我们家去玩 哦 好好 陆警官 叫我陆子正吧 陆子正 听说最近有一个 关于悟空的案子 你怎么知道 我对这个人比较感兴趣 听说他帮助记者张勇 揭发了许强的恶行 你做那么多大事 怎么还有时间关心案子 我一直都觉得 许强不是个什么好人 这个事情 罪有应得 如果抓到悟空 能不能通知我一声 现在还没有抓到他 吴总 我都到半天了 你也不跟我打这招 哎呦 马总 瞧你这话说的 你一来就成为全场人 被人围得里三层外三层的 我哪查得上话呀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刑警大队的陆警官 这位是当地著名的慈善家 马龙 马总 没想到吴总的朋友圈 都发展到警戒了 我们也是刚刚认识 再聊一聊许强的事情 许强 我听说许强以前 在你手下做过事 是 是在我手下干过 后来发现他手脚不干净 就分到杨彪了 我听说许强被一个叫悟空的人 给收拾了 不会是马总安排的吧 马总一向善于慎章正义 这个玩笑他开大 他的确不老实 但是我们是法治社会 诚治邪恶 应该是像陆警官这样的执法者 去承知他 我可不会干这个玩笑 你说对吗陆警官 其实 就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的话 抓住揭露使强 确实是为民众做了一件好事 但是 不管任何事的出发点有多好 都必须遵守法律 只要越过这个底线 就是犯罪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 吴先生 我先走了 接下来的合作我们改天再聊 怎么了 吴总 打扰一下 一会儿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您先来发给他 请 走 怎么了 怎么了 我问你 你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像朱文书 所以才跟我在一起 所以才救我 当然不是 那你妈为什么那么说 她怎么说了 她说 朱文书对你有多么的好 她有多么的温柔 多么的善良 多么的温柔 多么的温柔贤熟 你温柔 你也娴熟 而且你们都是女强人 你们应该会有先天的默契才是 默契 我跟你讲 她要一直这么跟我说话 我可受不了 你别那么在意她的看法嘛 你是跟我谈恋爱 又不是跟她 对吧 这样吧 等你过门之后 再好好想想 要怎么跟她磨合婆媳关系 行不 你说过门 想的美 谁说要嫁给你了 那你干嘛担心这件事 我不跟你说了 我饿了 我要吃虾 我妈打来的 你接啊 不接了 吃虾 这也差不多 吃虾吃虾 吃大龙虾 奥龙 带钱了吗 快点 我按 crippgle 23 发现怎么看 我们在网上追踪这个悟空的下落 发现它不只是民生论坛的版主 同时在其他的几个论坛上 都十分活跃 什么 都是一些深远弱势群体的论坛 就在刚才 他在其中一个 关注高利贷受害者的论坛上 发布了一个帖子 说他将现场直播 对恶人的制裁 这是什么 不清楚 帖子上说 九点准时开始直播 现在下面跟了很多评论 都在纷纷猜测制裁的人是谁 能找到地图吗 我根据周围建筑推测 他们应该在这里 这样啊小胖 你把这个网页的原代码给我 然后我根据他们上传的视频 看看能不能找到服务器的地址 好的 芷芷 我还是去一趟线权 你马上通知队长 有什么事情他们保持联络 好 小心点 来 子昭 找到悟空下落了 你再等 我接你 吃什么瞎子你现在啊 赶紧的 别磨叽了 行 那你走吧啊 拜拜 我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过现场留下来的电子设备 你能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吗 那我汇报一下吧 根据现场留下的投影设备呢 是由一家叫白露的电子公司供应的 另外论坛上上传的视频 是咱们全市最大的一家投资公司 叫立方投资公司的商用服务器上传的 他们的法人代表叫吴旭 吴旭 吴旭 怎么 你认识这个人 有过一面之缘 陪文宇音音去参加过一次她办的慈善酒会 但是没聊上几句 白露公司 白露公司 方黎公司 吴旭 你好 吴总 陆警官 这位女警官 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 你好 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公司的商用服务器 可以可以可以 你们有需要什么帮忙的 我绝对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我直接带你们去机房走了 那样更直观 好 这儿 这服务器确实挺厉害的 怎么样 吴总说得没错 后台确实被人登陆了 昨天晚上整个系统都瘫痪了 我们今天早上还找人升级了防火墙 能查得出来是谁能登陆后台吗 公司负责网络的技术人员可以 我需要昨天的服务器人员和所有数据 如果仔细查一下的话 说不定 能查出黑客的一点线索 好 我这就找人去准备 吴总 有份您的快递 好 这家快递公司跟你是固定合作关系吗 是的 那你们有没有固定合作的电子公司 有啊 白鹿电子公司 它是我们的器材提供商 器材提供商 对了 器材提供商负责维护的人 也可以登陆我们的后台 负责维护的人是谁知道吗 他叫常亮 您好 您好 我找一下你们这儿的负责人 好 您在这边请 好 谢谢 魏先生 在魏先生找您 您是 魏经理是吧 公安局的 哦 跟您了解点情况啊 这个电子盘 是你们给新月公司安装的吗 好 我来帮你查一下啊 谢谢 哦 这个王新公司啊 制定的不是这个 你说那个电子板呢 是一个叫 是一个叫五子三的委托我们办的 他们在网上已经付了全款 但是没有说交互的时间和地点 可是为什么这个电子牌会安装在 王新公司的外墙上呢 哦 这个可能是安装的人搞混了吧 这两单的都是同一个人 谁呀 我帮你查一下 哦 哦 叫常亮 谢谢啊 好 坐好 好 这个送快递也怪有钱的 能住得及这儿 另外我现在觉得这个房间有点奇怪 像是被人布置过 和徐宾家一样 独居 案发前消失 身份弄都没来了几打子 我怀疑是悟空利用他们完成自己计划 然后让他们人间蒸发 通过对冰箱鞋柜浴室的观察 与徐宾家的大致相似 我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这两家都是被人精心布置过的 又是这种当值 他们之间一定认识 苏大队 徐宾人呢 正在找 本来就是个小案子 为什么弄得这么复杂 媒体那儿刚压下去 凶手打电话在局里来挑衅 你们能不能搞定 要是搞不定的话我就换人了 佟儿 这次确实是我的问题 我把这个案子想简单了 如果你现在给一众队 对案件的征破不利 我不想听你解释 我希望你在那个悟空 再出来兴风作浪之前 把他给我逮回来 如果逮不回来 局里领导知道吗 他们K我我就K你 石大队 这是悟空案子的调查报告 我们能一直在案中调查这个案子 如果需要我们中队介入 随时招呼 你们中队先休息 听通知就行了 好 快去呀 徐斌和常亮现在已经消失了 他们的私人物品在家里被焚毁了 但是最主要的身份证却在 太奇怪了 明明所有的政治都在 嫌疑犯的目标很清晰 但就是见物不见人 从现在的情况看 徐斌和常亮很有可能是这个悟空的帮凶 在帮助悟空完成对王兴和徐强的惩罚之后 消失了 悟空不就是通过论坛联系到的常亮还有徐斌吗 但不会这么简单 徐斌和常亮他们的生活圈和这些弱势团体的论坛 一点交集都没有 他们怎么会去关注这些论坛 悟空又是怎么选中他们的 这些都是疑点 难不成这事儿真跟无序的公司有关系啊 无序 我简单地了解了一下 他们两人都和无序的旭日公司有业务上的往来 而且制裁王兴的视频也是通过旭日公司的服务器发送出来的 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突破坑 你觉得这个悟空很有可能躲在旭日公司里 我想沿着这个方向调查 文律师不是在那个无序的公司当法律顾问吗 能不能找他帮帮忙啊 文律师 是上次来咱们队里的文律师吗 是 那这条线还是由我负责 好 但要注意了 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无序在本市可算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苏大队和赵益他们一直盯着这个案子 别惹出什么不必要的麻烦了 明白 布置下任务 你俩去蹲长亮家 小洛 咱们今天晚上去徐斌家 现在只能碰碰运气了 我去买水 你好 你好 这是我在茶几上 又找到了相同的糖汁 又是这种糖汁 你好 总共二十块钱 你也不贴了 我是开酒 这个疲惫 你不要去吃茶几个封炉 你会想吃吗 警察 不许动 走 队长 他们应该是 五层的追死为阵 现在回队里 上车 走 要么没有 要么这么多 这五层还真不少啊 好 小陆 陆进 分别把他们审一下 你出来 别紧张 就顾你两句话 队长 我也想审一个 好 放我出去 来来来来 就你吧呢 来来来 你说的论坛是这个吗 就是这儿 是这个 谁来组织活动 我们是自发的 没有人组织 我们发了一个QQ情 商量的就出去了 警察叔叔 那天我真的没有亲眼见过悟空 我怎么不想要打人 我真是很想我 告诉你 你怎么说 而且打的是坏人 所以就跟着他们去了 给我问你啊 跟谁组织了这次活动 谁去 群里那帮人 没人组织 商量着就去了 你说不说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求你了 让我去上个卫生间可以吗 你说不说 我真的很不舒服 来 接着喝 来 那你非要比我喝 喝喝 来 那你非要比我喝 来 来 来 说了我就想要上心所 我不说 我有我的原则 我肯定不说 论堂的几个窗室人 一直想通过各种办法来接触悟空 得到悟空的怀疑 所以我们就要假扮成悟空的形象 惩恶扬善 由此来得到悟空的注意 悟空在群里都说了什么 讲了很多善恶的标准 也介绍了很多弱势的群体 还把很多外表光线 累在残忍的老板的照片 发到QQ群里面 你们都觉得他是英雄是吗 你们都觉得他是英雄 你们都学他 你们就要上街打人吗 虽然我赞成武功的惩恶扬善 但是我真的不觉得他是英雄 而且我真的不愿意去上街去打人 是他们非要拉我去戳术 脱戴上面具 没有人知道我们的 就你这样 还上街凑数呢 你说你自己看看你这小选拐 是吧 就你这样还出去打人吗 长官我错了 我当时真的没头了 现在知道错了 啊 求你给我一个重新改革的机会好吗 先上厕所去 谢谢长官了 我年年难就年了 我年了 竹剑 竹剑 你怎么来了 别动手动手 干什么呀 我问你 那个 你们是不是抓了悟空啊 抓一燕瓶 抓错了 我就知道你会抓错 上次叫你把材料给我 你不给吧 老子给你材料照样抓错 我告诉你啊 我现在累得跟酸的一样 没空会在这儿掀吃的 怎么说话呢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不要影响兄弟当人之间的团结 小杜 这个案子呢 有什么困难啊 就知一知 大家都是一个团队 别不好意思 别明明干不来的事情呢 非要死撑着 最后让你们老大替你背黑锅 是是是 我们老大呢这黑锅背不了 要不然咱一起 别贫啊 老贫 行 都见 老赵 找我来 还有事吗 苏队呢找你有事 让你马上去趟他办公室 现在吗 别玩了 黑锅走了 赶紧的吧 你 刘大组长啊 果然名不虚传 事半功倍 让你抓一个武空 您给我抓回来五六个 那还不是因为你苏大队领导有方啊 少细皮笑脸的 怎么回事啊 就是几个年轻人 在街上模仿武功打架 正好被我们碰见了 跟咱这案子 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不是让你低调调查 避免社会影响吗 头儿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这网上 都出现了一个武功功论坛 里面全是他的粉丝 到处在打听他的下落 不过啊 我觉得这个论坛里 有几个核心成员 好像很了解武功的这个下落 我觉得这是一个突破口 你有多少把握 你说现在谈多大的把握 我倒说不好 但我觉得这最起码是一个方向 许斌和常亮都搜了这么久 一点消息也没有 就跟人间蒸发了一样 反正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再搞不定 这个机会 就给一中队了啊 那我走了 虽然武功到现在还没有闹出人命 但每一个受害者都是重伤害的 你们也都知道 这已经是重大刑事案件了 队长 你不会真想把这个案子给召业吗 我有这个打算 不过啊 我想听听你们大家的意见 我想再试试看 而且我已经让小胖他们在查找管理案的账号了 我对这个案子非常感兴趣 非非试试 我也想试试 我也很感兴趣 任何犯罪者都有他作案的理由 人不是无感情的怪物 只有理解犯罪者的动机 才能有效地制止犯罪 我对这个案子很感兴趣 想弄清楚悟空的身份 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 我知道 你们对悟空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看法 切记 不许擅自行动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要及时向我汇报 明白了吧 明白 好 好 队长 有个事 我得跟你说一下 说 陆子正最近一直在偷偷地调查无序 而且我问他什么 他总是在刻意回避 我总觉得哪儿不太对劲 而且悟空这个案子 我说不好哪儿总是怪怪的 你说的这些呢 我都观察到 陆子正班有他自己的一头 没有把握的事 他也不会乱来 不过最近 这样吧 你要有时间 就多照应着他一点 好 好 妈 回来了 怎么还没睡啊 还不是担心你 你怎么又那么晚才回来 一直在局里办案子啊 对了 妈 你干嘛老在文举一面前 替朱文说 我就说了两句而已啊 怎么了 他不高兴了 你那些话 他听了能高兴得起来吗 那朱文书就不会这样 他虽然长得有点像朱文书 可那个性格 一点都不像大家闺秀 说起话来 一副心高气傲的样子 你怎么会不难 回来了 怎么还没睡啊 还不是担心你 你怎么又那么晚才回来 一直在局里办案子啊 对了 妈 你干嘛老在文举一面前 替朱文说 我就说了两句而已啊 怎么了 他不高兴了 你那些话 他听了能高兴得起来吗 那朱文书就不会这样 他虽然长得有点像朱文书 可那个性格 一点都不像大家闺秀 说起话来 一副心高气傲的样子 你就别老把他俩放在一起比了 我这是为你好 将来等你自己发现的时候 就晚了 什么叫等我发现就晚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是嘴硬 不肯承认 其实你心里 一直就没有放下朱文书 所以才跟文语音在一起 妈 你搞错了 我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 你别解释了 你看文语音那个倔脾气 将来还不像咱们俩头上了 妈 我看放不下朱文书的人是 我 我都跟你解释好几遍了 我与文语音在一起 和朱文书没有关系 文语音的性格怎么了 我觉得她的性格挺好的 你只不过见了人家两面而已 并不了解 好了行了行了 反正啊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操在座的心 你也听不进去 你也找你休息吧 嗯 你也找你休息吧 有时候真挺羡慕你的啊 在这白板上发发单 也能把案子破了 这是在徐斌常亮家搜到的 物证和检验报告 这说来也挺奇怪的 好好俩大活人 说真话就蒸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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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味相同的人很多 但生活习惯 尤其是生活细节相同的人不多 不会啊 他们俩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我去做指纹对比 不出大家所料 这两个人的指纹特点 重合率非常高 现在可以基本确定 徐斌和常亮是同一个人 并且这两个人 在公安局 没有任何指纹的备案 也没有任何犯罪前科 怪不得这个悟空赶紧帮你打电话 弄了半天他有个分身 还是个根本不存在的人 也不是不存在 不存在 不存在怎么会有户口 档案身份证职业呢 只是这两个人 在本案中成为了一个人 而且这个人还 还人间蒸发了 董经理 董经理 怎么又是你啊 你把钱还给我吧 那是我老婆治病救命的钱 我只要本金不要利息了 上次我已经你说过了吧 你想退钱可以 但必须支付百分之三十 本金的违约罚款 你自己斟着 可恃 没什么可恃的 又没逼你 你自己想吧 没跟我跟你废话 好 董经理 董经理 您是 是王总安排我来跟你一起 负责那个基金项目 你是新来的吧 我叫赵琪 我刚来一个月 赵琪 立方公司那一大笔存款 是你搞定了吧 是是是 挺有能耐的 其实我在公司认识几个人 给了他们点好处 反正利息也进不了他们的口袋 是 那个 跟我搞基金是王总的意思 还是你的意思 其实是我主动要求的 我猜也是 我听说董经理是这方面的业务能手 就想来跟您学点东西 来吧 来到公司 董经理 这个合同 怎么了 这合同存在很多的陷阱啊 这用户要是把钱投进来 不但赚不到利息 这本金也得被套进去啊 我明白了 你小子果然高聪明 董经理 这么做 不怕被人发现漏洞吗 这你就不懂了 其实这种陷阱啊 每个做基金的人都看得出来 每个做基金的经理也做得出来 但区别就在于 你能不能卖得出去了 是吗 那董经理教我几招呗 其实啊 咱们 要抓住这些买七星人的心理 有钱的呢 他根本瞧不上这点樱桃小的 他没钱的吧 连本金都拉不出来 咱们就要抓住这些中间人群 就是那些涨了一辈子钱 然后呢 又急于获得眼前利润的人 咱们如果把他们都给框进来啊 那个 才是真本事啊 哈哈 陆警官 有什么要问的就抓紧时间问吧 那你可能觉得当着文律师的面跟我聊案子不太合适 他很重视和你的合作关系 如果我一开口 一定会被他认为是故意找茬 吃醋 我有那么小心吗 理解 理解 上次在慈善酒会 我已经把对悟空的观点表达得很明确 所以你可能还怀疑 我们不会仅仅凭你个人的观点就随便怀疑的 我们是随时能够掌控悟通动态的 即使他有七十恶变也逃脱不了我们 因为我相信 以暴制暴只会带来更多的暴力 法律才是解决问题的最终手段 可是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问题是法律解决不了的 那为何你又聘请温宇英做你们公司的法律顾问 他太优秀了 你们俩一个是警官一个是律师 在工作和生活中会不会在一些事情上发生冲突 明明有些嫌犯已经被我们认定成凶手了 但是在他的同行律师的辩护下 却又能轻松脱罪 那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也渐渐明白 其实我们同样在捍卫法律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法律 有时候恶人逃脱制裁 有时候好人无端被冤枉 这个时候我们都不应该互相指责对方完成自己因尽的指责 而是反过来想想 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 我们始终坚信法律是公平的 也是制裁罪犯的最佳手段 陆景八 你特别像在背我的憋论文 我也觉得这话不像说给我听的 那还能说给谁听 吃糖吗 喂 董经理吗 赵琪啊 什么事 关于你的基金啊 我这边有几个客户也非常有意向 但是他们对合同存在疑惑 我这个口才真是不济 所以还得你亲自出马 你啊 还是太年轻了 这种事情是急不来的 走还不会 怎么就想着跑呢 董经理 你千万别误会 我可没打算吃毒食 我是抱着学习和实践的心态 想给你多发展几个客户 既然这样 那你说我时间吧 今天晚上怎么样 行吧 那行 那我一会儿把地址给你发回去 知道 massage ə ya punt at явiam ym 图片上有一些玛雅的文字 能查得出来地点吗 试试看了 这个横幅上显示的是一个 基金公司的勾火晚会 那就按这个特征搜索 走吧 找队长汇报去 能不能先不要向队长汇报 我想先晦晦这个悟空 那我跟你一起去 这不就连累你了吗 不连累 比音 你知道无序公司最近跟哪家基金公司来往比较多吗 会心基金公司 会心基金公司 那你知道会心基金公司负责跟你们沟通的职员姓名吗 赵琪 知道了 赵琪 菲菲 麻烦你导航一下会心基金公司 好 好 就这儿 好 警察 你们经理在吗 经理在办公室 谁啊 经理 您好 您好 我是警察 有什么事 我想问一下赵琪是您这儿的员工吗 是啊 他人在哪儿呢 下班了 我想看一下他的手机号码 好 来 谢谢啊 好的 好 谢谢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你 你怎么来了 卢子盛 你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私自调查就算了 你突然飞飞干什么 你是不是把我突然说你才高兴啊 要是理解你也可以去 理解什么呀 我凭什么理解你啊 我跟你说啊 你今天不把事情说清楚 你今天别想走 既然这样了 那我就告诉你 我们已经查到悟空的下落 打算警告他赶紧收手 否则必然遭受到惩罚 自毁虔诚 还人家自毁虔诚呢 你自己都虔诚不保了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上头现在全盯着这个案子 你赶紧回去 跟我回队长报告去 你就配合我一次 相信我一次吧 我自信自己做的绝对没有错 卢子盛 我跟你说 你有时候你这脾气 就跟聚业率一样你知道 赵琪的位置找到了 在大王陆附近一个废弃的产业 杜监 我过来一下 我问你 你觉得悟空是一个纯粹的坏人吗 他是不是坏人 他只要犯了罪 我就得抓他了 那像他这样的人 犯了错误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改过的机会 我们去帮助他 可以啊 我把他抓到警局 我慢慢帮助他 我这么跟你说吧 在这件事情上 我跟陆子正的态度 是一模一样的 至于你帮不帮忙 那是你自己的事 你考虑考虑 我 我不帮他 我也得帮你啊 你不帮他 我跟陆子正的态度 你不帮你 找到台并 你不帮我 我真的想要 我跟陆子正的态度 我说你不帮我 在这件事情上 你不帮我 你不帮我 我可以来 你不帮我 你不帮我 我去的 我说你不帮我 你不帮我 我看你 你不帮我 我看你 你不帮我 你奶奶的 什么东西 你利用基金骗阻和他们所有人 应该不会忘记 基金 基金所有合同都是合法的 有本事就去打官司呀 啊 他说是合法的 你们偷偷也认识 你没干嘛呀 没有法律了 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你骗的钱吐出来 只有一个纸巾的账户 我先让你 把钱汇到这个纸巾的账户 你需要告诉我密码 我给你三点用时间卡 一 二 三 陆总裁 陆总裁 平安 습니까 刚嘞 家里 家在家里 家里 府 柯菲菲只是收了点皮外伤 没什么大碍 你明明知道悟空的下落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这次其实真的是个意外 你给我闭嘴 这件事最重要的 这件同样关系 如果柯菲菲收了重伤 或者牺牲怎么办 你想问吗 交出你的配枪 交出你的警官证 你被停职了 你对你的公司 还请你站起来 我先走了 你会帮你 我去上海的时候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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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先走了 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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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理论队 你先生 您可以和我们家船 诶 咱们就要抓住这些中间人群 就是那些涨了一辈子钱 又急于获得眼前利润的人 咱们如果把他们都给框进来啊 那个才是真本次 这些话是你倾苦说的吧 董志 我告诉你 你的事我们掌握得已经很清楚了 你知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找你 赵琪 一定是赵琪那下子 你确定是他吗 我确定是 这个话我只跟他说过 一定是当时他录下来了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确定在仓库戴着悟空面具 让你喝尿的人是赵琪 是吗 是 一定是他 因为在他带着面具 帮我弄晕之前 跟我说过几句话 他声音就是亮 就是他 好 谢谢你也好吗 你有什么死 Show me 我 我 你 在哪儿呢 我在工作 什么时候来接我呀 对不起 我忘了时间 你不是都说好了 今天陪我看戏吗 改天吧 今天不行 我今天还特意退了好多事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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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悟空经常出没的论坛的详细资料 其讨论范畴涉及了医疗 建筑 教育等各个行业的黑幕和布公 我利用柯飞飞破解的那个管理员账号 参与了花果山论坛核心成员的几次讨论 他们也在纷纷猜测 谁是悟空的下一个目标 五方向吧 那帮人详细地统计了悟空 在各大论坛出现的频率和发帖的数量 再剔除掉那些已经被制裁掉的人 然后根据概率做出了一个排行榜 你手中的资料就是悟空前五个 这也可能出手的不干 有慈善基金会人员 国际贸易公司负责人 也是公司老板 政府人员 还有药厂的负责人安累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丰 这个赵琪是什么时候到你们公司的 那是在最后一次招聘的时候 她从莉方投资公司拉来了大批的存款 所以我们迫格录用了她 立方投资公司是吗 是的 好 谢谢你配合 老板 再见 老板 您好 你好 共产局的 你们吴总在吗 又来个共产局的 什么意思 没什么 吴总今天不在 说是去开会了 去哪里开会啊 这个没说 要不我先帮你做个预约吧 下次吴总来的时候 我好通知你 航胡 胡大夫你好 你好 我是姜薇制药厂的刘迪 这是我的名片 是安磊介绍我来的 安磊说的是你 是是 我今天来呢就是想 安磊现在还好吧 我们好长时间没联系了 他现在生意做得越来越大 每天都跟不同的院长吃饭 忙得不可开交 所以就把这边的工作交给我了 我们交接的时候也没有说太清楚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合作的 就想来了解一下情况 我跟那些老孝养 老朋友 没什么规矩 那就好那就好 对了 这是我们公司最新生产的几款新药 您看一下 我想在中兴医院开辟一条销路 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帮忙 我 我有时间看看吧 不过既然是安磊介绍的 我想问题不是很大的 那太好了 胡大夫 胡大夫 唉呦 你怎么又来了 我跟你解释过了 我夫人病到底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一下呀 这个药是对症的 同样的药在不同病人的身上 效果不一样 您这纯粹是假病 这药绝对是假药 坑人骗人害人的 这个药是正规公司的 跟药物没有任何的关系 胡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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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 蒸 天 长 最后 此중 的 童 来 吴总好 吴总 那个路子郑警官来找过你 说让你给他回个电话 好 吓我一跳 你怎么来了 队长不是不让你查这个案子吧 所以我趁队长不在的时候悄悄回来嘛 你跟队长说 这些都是你自己查的 你为什么要撒谎啊 我知道你在怪我 我也承认是自己的失误让柯菲菲遇害 之后一定会好好检讨 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查出悟空的身份 你承不承认菲菲都受伤了 你有什么火 等破了案再衝我发 那行吧 怎么破啊 我已经约了吴旭来警局 你跟他谈谈 谈什么 谈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一定要让他看到这些线索 为什么啊 我回头再跟你解释 你看 你看你说清楚啊 现在真的是一两句话很难说清楚 还记得 反正你脑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 你就告我 吴旭看完以后呢 你注意观察他的表情 看他对谁的反应更大 你不会怀疑吴旭吗 贵总 你不会怀疑吴旭 我这些都是你弄的 这些都是你弄的 这些都是你弄的 我们去下修去 我去下修去 路子上 小心点 有件事我想给你提个建议 什么事啊 这么严肃啊 就是你最好辞去无序律师的工作 为什么呀 我现在做的正是顺风顺水的时候啊 你就别细问 最好你听我的建议 你又让我听你的 你又不让我细问 咱俩当初好的时候不是说好了吗 不干涉彼此的工作啊 我也支持你 你也支持我 再说了你每天工作 没日没夜的我不也没说什么吗 是不是跟你的案子有关 这事跟案子无关 主要是为你的安危着想 安危 都牵扯到安危了 你都不告诉我是为什么 以后再告诉你 你总以后以后 你就现在说 到底因为什么 不说是吧 行 我还有事我先走 吴总 吴总 我们今天要了解的情况 就这么多 真不好意思 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没关系 配合警方铺案 是我们功名应尽的义务 我也特别希望你们 赶紧抓到那个悟空 我们已经掌握了有力的证据 那些人都是谁啊 那些人都是谁啊 悟空 可能下一个目标 行 你们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尽力配合着吧 吴总 那我送您 谢谢 你怎么不在家休息啊 跑过来干吗 啊 悟空又发布了制裁的预告 今天晚上十二点 但目标还没确定 而且呢 陆哥 已经离职了 但是对这个案子 还非常上心 我也不想放弃 我知道 他跟我说了 刘队长 刘吴总 那吴总我就不远送了 好 辛苦了 再见 再见 来 快点 还不错 我来 你去吧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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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你去吧 喂 胡大夫 我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想跟你商量一下 知道你今晚有份吗 是关于你一直在推销的那款 特效药威林康有关 好 那我们今天晚上十二点见 对 喂 路哥 论坛上又出现了一个 聚集网友沙宝的时间 几点 今天晚上十二点 知道了 挂了 你 希望竟然这俩 这有一些 好像是 有这些 有一些 能够 有一些 都在 发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许动 不信 你输了 不许动 感觉怎么样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你在给我打什么 不许动 在遗忘中传心 刺伤了两心 夜城的密宗 没有答案的眼神 不会再有喘息时分 破碎的灵魂 就算骗过所有人 怎能躲得过 苍天口温 给生命 一次勇敢的欣赏 唤醒醒你最初的纯正 就算这世界 你总难分 这黑暗 终会被斩首 这黑暗 终会被斩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